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Jason对象的保存 Jason对象是咱们比较常用的一个对象类型 对不对 或者说叫做字典对象 今天咱们就学习一下 Jason对象的文件保存以及读处都该怎么做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是Jason对象的写入 第二是Jason对象的 对象的读处都该怎么做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际演习 其实和上一期差别不是很大 但是有一点小小注意的地方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的代码部分 第一行 Import Jason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引用了Python自带的Jason cool 因为咱们要用Jason cool的方法 进行Jason对象的输出与读入 读出也行 读入也行 是一个概念 读取吧 咱们用这个Jason包来进行Jason对象的存取与读处 好咱们该怎么做 看啊 首先咱们代码先生成一个Jason的文件名 我呢叫做DataJason 没问题吧 扩展名是Jason OK呢 然后放到当前目录下的out子目录里面去 然后下面注意看 我这个myData 这个变量呢 其实就是一个字典对象 或者说叫做Jason对象 里面呢 大家请看 我用到了中文 没问题吧 呃 既然用中文 那么咱们在写入读取文件的时候 一定要加上utf8 该怎么做 靠啊 Jason对象的写入 该怎么写入 注意看 位子 上期讲过 open 打开 file name 打开这个文件名 然后呢 文件打开模式是w 以写方式进行打开 然后呢 编码是utf8 没问题吧 存成myfile巨饼 然后该怎么写入文件 上一期咱们如何写入文件呢 是用文件巨饼的.write方法 进行文件写入 今天不了 因为是Jason呢 他有特殊的地方 大家请看 我用Jason对象的dump方法 进行Jason对象的输出 怎么输出 参数注意看 第一 是咱们Jason对象myData myData对吧 或者说就是这个字典对象 一回事啊 呃 第一个参数 是咱们的Jason对象 第二 是咱们的文件巨饼myfile 没有问题吧 第三 因为Jason对象 会牵着一个这个 缩进的概念 所以说我这可以指定 缩进的空格数为四个空格 可以指定 没有问题 好 咱们通过这么两行代码 就能够把myData 这个Jason对象 输出到文件当中去 没有问题吧 然后再把它读回来 该怎么读 往下看啊 Jason对象的读处 该怎么读 位子 没有问题 open没有问题 打开Jason文件名 然后注意看这个地方 我是以读方式进行打开 然后字符编码是utf8 存成myfile文件巨饼 没有问题 然后怎么读 注意看 用Jason里面自带的方法 load 把它装载进来 然后呢 把这个myfile对象 作为参数传给他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我又存成了mydata 或者说叫做myJason对象 然后咱们把读出来的 这个myJason对象呢 进行一个空材输出 看他是不是一个Jason对象 咱们就能够看到 对不对 OK 这就是今天咱们代码的主体内容 咱们马上运行 看结果 首先我建一个文件 past 怎么是中文了 past.py 然后再建一个子目录 out 进行文件的输出 好 我现在把代码拷过来 咱们先拷到对象写入的地方 咱们import这个Jason 是python自带的库 咱们不用再做多余的安装了 好 老规矩 左边代码 右边运行 咱们注意看 好 这个代码 咱们运行 看一下结果 Let's go python自带回车 请看 什么错误都没报 说明他已经这张写入了 咱们看一下 大家看这地方 out下面有了一个 data.json 这个刚才是没有的 对吧 现在生成 咱们打开看一下内容 注意看 大家请看 它存生是utl8 所以说汉字部分 大家请看 被编译成utl8了 对不对 OK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把它再读回来 该怎么读 这地方 json对象的读出 马上拷贝过来 好 然后我把上面 这个写入的地方 把它屏蔽掉 好 咱们看能不能读出来 这个代码 刚才已经给您讲解过 咱们马上运行 看读这个文件的结果 如果正确读出之后 会把这个 myjson对象 进行控制台输出 咱们看一下 go 追 go 大家请看 已经读出来了吧 没有问题吧 然后咱们在这再加一行 我现在读出的json对象 同时我想读出里面某个值 这怎么是大 我想读出里面某个值的话 这怎么是大的 说明 OK 想读出某个值的话 比如读出title 没有问题吧 好 咱们再试一下 go 大家看看 title相反识别被读出来了吧 title是什么地方 是这个地方 对不对 字典对象 或者说叫做json对象 没有问题吧 OK 这就是最基本的 json变量的存取与读出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 这个也是在咱们这个系统开发中 非常的常用 干什么 用于存储系统设置的文件 非常的常用 推荐给您 作为基础知识 您一定要掌握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json读出与写入的基本的操作 不知道您听完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然后呢 我的python的入门的视频呢 我大概做了三十期 应该是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呢 我在做什么 我这么想 因为我的这个python 主要是今后为这个人工智能 做这个铺垫嘛 所以我接下来准备 再做一下python的基本库 以及最基本的科学计算库 希望您呢 能够支持观众我的视频 好 那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